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關山鎮南黨藥滿田的負責人 我是陳嘉謙 那今天很高興在這裡 參與中衛發展中心的消費覺醒的活動 然後他的工作坊 那我們今天想跟大家講的是 我們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也符合消費覺醒的環境友善 這樣的一個題目之類 那我們今天其實關山鎮南黨藥滿田在做 我們是在做關山米的自產自銷 那我們回鄉大約已經是十年了 2009年回鄉到現在 我們夫妻兩個人 那主要在做的是關山米 那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在在做有機 已經在進行有機在做 那只是在做有機在做之前 我們是採冠型農法 所以從冠型農法一直到有機在做 其實已經歷經了十年的時間 慢慢的在轉變 那今天其實很高興的是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說 其實我們會進行有機在做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除了消費市場的改變以外 再來就是說我們希望能夠為自己的小鎮 然後為自己的生活環境 然後也盡一點心力 然後同時我們也希望說可以的話 不是只有商業活動要去符合有機 其實我們自己在本身 或者是那個對環境的保育上面 我們都希望能夠為自己的下一代 然後或者是為接下來更好的環境 然後做一些預備或者準備 或者是說能夠把更好的環境 留給自己的小孩 所以我們才會去從事有機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觀山鎮 是一個很大的糧食採銷區 那目前在小鎮裡面 觀山鎮裡面有機在做的認證 有取得的就是我們南島的滿田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還有其他的農務 也慢慢的正在跟進當中 那如果希望大家就是能夠期待一下 我們觀山鎮的有機米 接下來會再慢慢的就會出現在市面上 這樣子